哈喽,大家好 因为小时候学习不好,初中毕业之后就直接去工地干活了 因为整个人也是踏实肯干 然后20多岁又当上了包工头 年薪也差不多能拿10万左右 但是一直苦于在工地,没有认识什么女孩子的机会 后来回家相亲,很多女生看不上她没有学历 所以小李的亲事就一直被耽搁了下来 再加上她整个人也比较忙,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家一段时间 后来的时候小李有一天没有上班 就去市中心转转游玩一天 因为当时她是一个人比较无聊 所以白天吃完饭就随便逛了逛 等到晚上的时候就去了一个人很多的广场里面 在旁边坐着玩手机 后来就有一个卖气球的小姐姐过来跟小李搭话 因为这个小姐姐在这已经卖了一晚上气球了 都没有卖出去一个 因为她一直不好意思跟别人推销 所以销量特别差 看到小李看起来比较好说话 由憨厚老师就去询问小李想不想买一个小气球 小李被这位女生害羞的样子给逗笑了 这个卖气球的女生就是芳芳 小李问芳芳你经常在这边卖气球吗 芳芳跟小李说自己是第一天来 所以有些不好意思 所以一个也没有卖出去 但她可能今后会在这边经常卖气球 其实小李这时候已经对芳芳一见钟情了 所以她就跟芳芳说 那你明天记得来 我明天再过来买 后来一来二去 他们两个人就熟悉起来了 小李因为心里默默的喜欢芳芳 所以每次来找芳芳买气球的时候 还会给芳芳带一个小礼物 时间一长两个人就十分熟悉了 然后小李就和芳芳表白 他们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芳芳也是一个苦人家的孩子 也是初中毕业就出来工作了 找了一个在咖啡厅打工的活 因为芳芳是白天上班 所以晚上空下来的时间 就为了多赚一点钱 就在这附近卖气球 因为她看这附近 有非常多卖气球的商家 所以她也找了一批气球来卖 芳芳和小李在一起之后 芳芳就不再卖气球了 因为小李在工地上管吃管住 种下来的钱也很少能花出去 所以小李每个月 都会给芳芳发很多红包 他们两个人开始经常出去游玩 后来芳芳咖啡店的工作也不去了 他们两个人就在工地附近 租了一套小房子 两个人开始同居 小李也直接把芳芳当成自己老婆了 多次提出要到芳芳回家见父母 然后两个人把亲事定下来 但是芳芳的年纪还小 她那一年才刚刚19岁 而且芳芳的父母也比较强势 从小就中男轻女 对她也不好 所以芳芳根本不想回家 也不想要去见父母 后来她又在一起两年 小李觉得自己年纪也该结婚了 就带着芳芳回自己家见了父母 两个人想要把亲事定下来 但芳芳根本不想带小李去见自己的父母 但是这样芳芳根本没有顾口本 两个人根本没有办法结婚 后来在小李的多次恳求说服下 他们两个人就一起去见了芳芳的父母 小李也给芳芳父母带了非常多的东西 两个人就算是把这个婚姿定下来了 就结婚了 一年以后芳芳就生下了一个儿子 但是孩子还没有出生多久 芳芳就表示 在工地附近生活实在是太不方便了 自己天天在家也比较闷 就提出想要去市中心租一套房子住 但是小李每天往返市中心又比较远 所以她就和小李商量 让小李每个周六周日在家住两天 然后其他时间都继续回工地继续住 因为小李比较宠爱芳芳 芳芳提出来之后 小李就没有多想就同意了 在市中心找了一套比较好的房子 就彻底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了 小李也一直在努力赚钱 想要在市中心给芳芳买一套房子 但这件事情小李并没有给芳芳讲 她想要到时候给芳芳一个惊喜 后来芳芳就自己一个人独自在家照顾儿子 小李一个人在工地上努力搬砖赚钱 本来就这么一切安好 又过了一年 后来小李因为工地上比较忙 有一个月都没有回去 因为自己来回折腾实在是太累了 而且她也没有买车 而这一个月过去之后 小李再回到家之后 发现儿子和芳芳都不在家 因为这一次小李想给芳芳一个惊喜 就没有提前对芳芳说 可是没有想到回到家之后 却发现儿子和芳芳都不在 这时候也是晚上 然后小李就去家附近的广场去找芳芳和儿子 可是也没有找到两个人的身影 然后小李心里一直十分的不安 直到第二天早上 芳芳和儿子都没有回来 小李也是一宿没睡 直到早上的时候 她又继续给芳芳打电话 问她到底去哪里了 但是电话到现在都没有接通 芳芳这一次离家出走 也是让小李梦不着头脑 后来小李好几天都没有去工地干活 在家里面整整待了三天 然后就开始想芳芳到底能去哪里 后来她就开始寻找 在家附近一直溜达 后来学问有没有人见过芳芳和自己的儿子 工夫不顾有一些人 小李终于在一个老大爷的口中得知芳芳 最近一段时间 每天晚上都带着儿子去另外一个小区 然后小李就在这个小区的门口蹲守 还真让她等到了芳芳 但是眼前的场景让小李彻底崩溃了 因为在芳芳身边 除了她的儿子还有另外一个男人 看起来十分的亲密 他们才更像是一家三口 小李当时的心态就崩了 就问芳芳这个男人是谁 芳芳呢也不再隐瞒 直接就说她是我的男朋友 然后就跟小李说呀 她要跟小李离婚 小李怎么也没有想到啊 小李怎么也没有想到啊 这五年的感情居然双没就没了 后来小李才知道 这个男人呢 因为芳芳一个人精彩在这附近出现 有一些芳芳在超市 东西买的实在太多了 回去的路上十分艰难 她看到之后也帮了一次忙 后来呢 两人就熟悉起来了 而芳芳呢 一直没有说过自己有老公 经常说自己一个人多么不容易啊 这个男人呢 也一直以为芳芳是担心妈妈 然后就接受了芳芳的过去 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小李呢 当时心态师是非常的崩溃 但她还是想要求芳芳能够留下来 毕竟两个人呢 也已经有了儿子 而且小李呢 照顾了儿子 还有工作 根本忙不过来 但芳芳呢 已经铁了心了 一定要笑 和小李离婚 要和这位男的在一起 然后芳芳呢 就把儿子扔个小李之后 就和这位男子离开了 小李怎么也没有想到啊 她和芳芳五年的感情啊 就这么没了 而且小李这些年呢 已经攒了四十多万了 现在已经开始筹配着 买房子的事情了 但是没有想到呢 却出了这样的事情 现在芳芳呢 也天天闹着要跟小李离婚 而且也不回家 现在也一直都和这位男朋友在一起 而且现在这个男朋友啊 也完全不在意芳芳结婚 婚与个孩子 小李因为忙不过来呢 所以就把儿子送到了乡下母亲那里 让母亲帮忙照顾 但是呢 她也不敢跟母亲说 芳芳已经出轨的事情了 但她的母亲呢 也擦了个八九不离十 但是小李呢 一直都没有承认 这件事情啊 已经困扰小李非常久了 因为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是一位粉丝朋友的斗考啊 大家觉得小李 应不应该给芳芳离婚呢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 好想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喜欢我视频的 记得长按点赞助力一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